1月5日,排超决赛如火如荼地进行着 首战天津女排3比0横扫年轻球员居多的江苏女排 大比分1比0领先 两队连续两个赛季会失到最终的决赛 不同于去年有朱婷联手李盈宁 龚翔宇与张长宁搭档 标凌与受伤等一系列的话题 这次的排超决赛 天津女排实力空前强大 而江苏女排没有治疗恢复的张长宁 更多是年轻球员为主 所以也被认为是无法撼动天津女排霸主的地位 就在江苏女排0比3惨败给天津 决赛大比分0比1落后 第二天上午 江苏女排的接应龚翔宇和自由人倪非凡 在线上进行直播连线互动 长达一个小时 期间谈到了养宠物、干饭等一系列的话题 本来球员们接受采访或者直播 总是可以被球迷们称赞的 毕竟可以看到偶像 但因为是在决赛期间 而且今天就有排超决赛 最为关键的第二场比赛 所以这个时候应该是 龚翔宇和凋零宇好好调整 恢复核续面的时候 但却进行了长时间的连线 不同于王维一等人 已经没有了比赛任务 上海女排获得第三名 而江苏女排还有今天的决赛要打 所以这也引发争议 不少球迷表示 应该让球员们在比赛时间 就更加专注于续面和赛场 这样大赛上期间 还有直播连线的互动 时间也不短 相比起天津女排的低调 龚翔宇和倪非凡遮掩 搞得营业也被吐槽 难怪在赛场上惨败给天津 实事求是的讲 这次龚翔宇和倪非凡 接受直播连线 应该是此前就已经安排好了 否则球员不会在排超决赛期间 有这样的行为 还是要更加关注于比赛和训练 所以两人也只能完成任务 再投入到备战中 也希望江苏女排可以好运 龚翔宇本赛季的发挥有目共睹 是球队表现最好的球员之一 而倪非凡没有了上个赛季的经验 还需要努力